华山基金会在积极镇创立关怀老人的爱新天使站 受到证明的称赞 基金会特别举办六周年的生日茶会 安排老人家逢至温暖的抱枕 作为送给自己的礼物 其中新接任的积极站长虽然才26岁 但充满服务热情以及关爱老人的真心 加上最近新招募的志工 让华山基金会基金天使站充满着年轻人的活力 华山基金会基金爱新天使站已经六岁了 大家特别举办庆祝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吹蜡烛 唱生日快乐歌 镇长陈基恒也请此参加 气氛是热闹又温馨 县内所有站长也都前来庆祝 并安排老人家亲手缝制温暖的抱枕 虽然眼睛和手艺不是很流利 老人家还是很认真地在做 就连镇长也拜托阿公教一下 亲手做好之后 阿公阿嬷都忍不住抱着抱枕 感受温暖贴心的感觉 做鸟子拿回家睡 拿回家睡 拿回家睡 我手上抱着的这个抱枕就是我们在过年农历年的时候我们会提早送给我们长辈的年礼 让他们在过年期间呢 也能够享受社会大众的温暖 那今天很特别就是让长辈自己缝制他们的抱枕 所以他们每个人做出成品都非常的开心 积极爱心天使站新街任的站长王洪瑞 虽然才26岁 但充满服务热情 以及关爱老人的尊心 他希望用自己的力量 带给这亲阿公阿嬷更多的快乐 我也希望在这里就是办更多活动把他们邀出来 不是说他们都在家里 都一直就是面对面这样 哦 甘苦这样子 那他们出来放开心 然后看到我们开心的样子 他其实也就开心了 王站长他更是除了用心之外又非常有活力 那他把他的热情跟他的活力都感染给所有的阿公阿嬷 阿公阿嬷都很期待他的到来 然后跟他一起那个拥抱啊或者是什么的 那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快乐跟这个温暖的这个情形 可以持续下去 积极站这边呢 有将近有64位的长辈需要大家一起来认养 一个长辈呢 一个月的服务经费是1250 除了拜托认养积极站的老人家 华山基金会也开始劝募 获宁要提供给老人家的年菜 拜托男头相亲都能够踊跃来赞助 拜托男头相亲都能够踊跃来赞助